柯正恩说 很多基层都说 国民党到底要乱到什么时候 然后又看到 卢秀燕都这样出来力挺了 内部其实对国民党来说 应该脚步站得越来越稳当了吧 目前国民党的形势 表面上看起来是脚步看起来 站得比较稳当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表面而已 因为面对铁达尼浩要沉默了 大家当然脚步一致的 赶紧找救生权 真的已经要沉了吗 像卢秀燕就是一个很大的救生权 他不只是这一次选举 会是决战中台湾的一个关键 他也会是日后国民党 东山再起的一个关键 他自己也心知肚明说 他的市长卸任之后 下一次的总统大选 很可能就是他出来 会盘算到这一步 是因为国民党内部 我听到的蛮多人说 这一次的选举 虽然不知道谁会吻赢 但已经知道谁会吻输了 那所以所有人都在盘算说 好悲伤哦 113投票日之后的政治局势 包含说有可能党主席 会被逼宫 那还有党内一定也会互相指责说 谁是战犯 那尤其在国民党内一旦被贴上战犯的标签 那很惨 像侯友宜 会永不翻身 对 会永不翻身 那所以为什么 卢秀燕昨天要那么卖力的去帮侯友宜服选 他就是帮自己撕掉战犯的标签 对 之后我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办法说 你卢秀燕当初都不力挺侯友宜啊 因为韩国瑜选书战犯是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如果选书的话 战犯绝不能是 卢秀燕 哦 了解 那同样的朱立伦也会担心说 他会被贴上战犯的标签 虽然这个标签已经贴在他身上贴了一半了 对 那他又想到一个方法就 那我找一个最好甩锅的人出来 那个就是锅 哦 那所以这阵子才有在讨论说什么 拱锅台铭出来 这样对国民党比较好 难怪我一直听到 国民党内部的确是有一些声音在那边 拱锅出来 我个人觉得这只是在闲聊 只是在反映朱屋还有党中央他们对于选后的焦虑 其实如果真的这个拱锅出来是一个国民党的政策的话 那其实郭台铭正好顺水推舟说 那你们不要说我什么反悔承诺 你们是你们叫我出来的我就出来咯 那反而对国民党更伤 哇那这样两难 因为我觉得国民党内部打锅的力道也有在加强 就是他自己失败 譬如说金普通 四年前他就这样子搞 四年后再来 反正就是说没有在对锅客气 那像昨天金普通南下云林去拜会前县长张荣卫 这个也是跟锅有在针锋相对 因为郭昨天一大早跑去北农 对然后去北农 据了解这背后也是有张荣卫在后面牵线 因为张荣卫在北农有很大的席次 对 对那所以下午金普通赶紧就往云林去跑 那去拜会张荣卫 只是张荣卫也没有很给面子 始终说不出说我票投侯友宜这五个字 然后反而说我票投郭台铭 那金普通到底能不能够稳住这些地方派系 稳不住了 我自己认为金普通他要稳住其实有难度 因为要稳住这些地方派系不能只是靠金普通 还有侯友宜进办 要有红萝卜 现在重点是在国民党现在没有红萝卜了 金普通现在也没有红萝卜 而且另外除了红萝卜之外 那个棒子就是在朱立伦手上 朱立伦也不敢出棒子 所以金普通就两串胶 那反而我现在观察郭台铭的动作 其实他是在打一个消耗战 你看现在在全代会之前 距离选举还有半年的时间 国民党已经一连办那么多造势了 每一个造势都要花很多钱 那赖清德也有很多后援会在动作 那柯文哲哲是说他虽然办得比较少 因为他本身就没什么钱 可是他提名立委这些也都需要 有给立委一些赞助 现在两亿还够了 我再看他两亿是够了 对但是现在郭台铭就先消耗你们的钱 之后反正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等九月等十月 那个时候郭的优势就会更展现出来 那目前郭的策略就是玩侯友宜 搞国民党然后蹭韩国瑜 了解难怪他昨天说我是来苦民所苦的 像韩国瑜致敬的味道非常之浓厚 就是一直玩他会一直玩 一直玩玩到自己越来越胖 然后看你能瘦到什么程度 我在决定我要怎么做 而且我的了解郭其实参选的心意是蛮强烈的 而且他不认为那个 就是脸书上面贴文说 他愿意服选侯友宜这个承诺 是会有违背承诺的问题 因为他的脉络是这样 从年初的时候就有 他就有跟侯友宜那边接触过说 侯选郭不选 郭选侯不选 结果是郭先出来说要选 那后来是谁反悔这个承诺 那再来是朱立伦国民党 说要推动非律大联盟 那非律整合一起下架民进党 结果现在侯友宜也继续选到底 这个非律大联盟要下架民进党 看起来也没有要做 那当然柯文哲也是继续选到底 那所以郭的心态是说 你们都违背承诺 都没有搞非律大联盟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 对啊 我为什么不能选 好啦 选啦 大家都一起选啦 每个人都有参选权利 选到底